Kan A站在中間說 然後有些人在中間撕紙 中間插了新聞報道的 劇本沒有寫是要用視頻出的 但因為我們排了幾次之後 我們試過現員撕紙 然後撕紙 有某個演員就走出來向觀眾說 因為整個戲中間都會有這樣的 適合了訊息已經是可以出來向觀眾說 就是影片的片段 所以開始幾次他試過直接向觀眾說 但發覺這樣很混淆 你撕紙又要出來說的話 所以就想不如 也因為戲中間有一些影片 不如將那些全部放在影片上 因為那些都是新聞片段 好像那個訊息比較清晰 因為一個在那間公司 一班人就在那裡撕紙 撕紙那些文件 另外一個影片就在報道 那時候的大環境是甚麼 好像整個畫面比較清晰 在那個位置是我們用了影片 劇本沒有說我們用了影片的東西 那是這樣的創作 好,後面打個圈了 再一次多謝大家來看他的演出 也剛才我截停了阿門 他很心 因為我是打算壓軸去說的 其實今天請兩位上來作為嘉賓 因為當然兩位都是我尊敬的老師 還有朋友 另外他們真的有很多豐富的經驗去分享 我剛才只是分享了一點點而已 第三件事是因為未來 我們也會有一個合作的 未來最恨的就是3月的時候 悶到的James會寫一個劇本 關於一個很出名的現代派詩人 大忘書他曾經來過香港一段時間 我們會寫關於他的事 會做一個演出 場地都還沒有確實 請大家不切留意一下 另外去到5月中的時候 這個就確實了場地 去到5月中的時候 我們香港文化中心的劇場 Steel Do Theater 我們會有一個演出的 就是我榮幸醒到Anthony去寫劇本 是一個演出講關於田漢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認識田漢在這裡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田漢是誰 糟了 Drama School 的同學都不知道田漢是誰 因為我看到有Drama School 的同學是令頭 糟了 田漢是基本上 大家應該聽過曹語 曹語一定聽過 基本上和曹語齊明的 應該是齊明的一個戲劇家 可惜到今次都不是太多人認識他 郭歌的作詞人 我們會做一個演出關於田漢 再會有更多詳細的資料 請大家留言到我們的網站 今天非常多謝兩位嘉賓 謝謝 我們會非常詳細的証書 去寫